他不知道地震和城墙是没有关系的 完全是在地震之下 深度是好几十公里里面的 所以文王就说 听了这些大臣讲的话之后 他就说了 不行不行 上天显示异象 是为了惩罚有罪的人 我一定有罪 因此上天用地震来惩罚我 你看 假设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你是一个团体的领导者 其实国家有灾难的时候 你要悉心地检讨自己 赶快祈求上天的慈悲来忏悔 希望我有错的地方 来先原谅我 我会检讨来改进 所以你看文王他当初 一个明经他是这样 他从一个上天显示的意象 就可以看就是上天在惩罚着他 那你是带领了一个国家的人 他就感觉是这样 所以如今又特意地 去征发所有的谣逸 动用百姓来增加 增高国度的城墙 那时候更加加重了我的罪过 不可以这样做 这是一个明经 当下他所领悟到了 所以百官不知如何述好 王朗就又说了 我机昌愿意来改变过期的行为 加倍的行善来移走灾祸 期望这样可以免除的灾祸 这是对的 你看为什么我们国家会设天坛 科技在这么发达 你不要认为是没有 既然经过祖先那么有诸位 历连五千多年来的 整个时间的淬炼 环境的改变 当初都会设下这种天坛的 比如说历代的皇帝 他一脸几次有的时候 一定会上上天坛去祈求上天 红条与顺 上天的这种慈悲 我们不能相信你的眼睛 看不到你就不相信 这是不对的 我们的眼睛的能力 只能看到红尘 黄历 蓝定值 阿法射线 伽玛射线 他看不到 但你看不到不表示他是没有 所以 于是文王 他就谨慎地 面对离华诸度 就是这个离华和这个诸度 来修书自己的言行 加倍地亲爱 自己的亲人 作为人民的表率 来爱民如主 尊重贤能的人 用礼节 来结交诸佛 用大礼来接纳贤述 颁布结尾 礼祝 分上下的政级 来赏述秦存 尊重贤述 修孙 齐家 住国 平天下 没有多久 温暖的病也好了 诸佛又在位 四十三年 也不曾发生地震 说实在的 只要事情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要检讨我们住击 人为了生病 人为什么会生病 你都那么小心 他为什么会生病 那个就是 你本身在这个时候 你要承受这个苦业 就是说你要检讨你住击 要忏悔你住击 这样是才对的 你不要去怪别人 什么一大堆的 人为什么运气会 那么低 就是这个时候 你的运气 你的家印不好的时候 住击而然 很多的时候会不顺 一个国家也有国运 国运不好的时候 逐政者 当事者 他住击而然 他这个劫策就会错误 那就是一个国家 所有的百姓的一个贡业 所以当个领导者 就叫引导所有的众生 要去效法 学习上天 天地的脚步 自然而然就能感动上天 就能感动上天 自然而然就能天人合一 来共办三旗的这种大事 这样就对了 所以我们要以住者 以德来服人 一个有住恶的人 他会用德气来感化人的 人家说 惠者可以使人 一个有恩惠在人身上的人 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主为他做什么事 一个有德气服人的人 这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 你用压榨的手段 用命令的方式 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一个企业家 一个公司的老板 一个客长 一个主管 如果你用德气来 带动了你的员工 你的员工在你的德气的感召之下 出入那内心的深层 来喜爱的这个团体 喜爱的这个公司 喜爱的这个社会这个国家 那不是整个社会就和谐了吗 所以温总理在谈说 和谐的家庭 和谐的孙心 对不对 和谐的社会 这很重要的 这很重要的 你看 发生一点事情 在路边吵架 吵了半死 吵了之后有什么用 对的说就是对 错的就是错 又不是你吵架之后变成对 对不对 发生错 叫警察来处理就好了嘛 为什么你一定要在那边吵架 吵了大声小声的 就非常的可惜了 所以有诸会的人 他们用德气来扶人 有诸会的领导者 他会用德气来领导人 所以在夏朝的时候 有一个有户宿 他率兵入侵 那夏宇就派了他的儿子薄齐 出兵抵抗 结果薄齐被游户宿打败了 薄齐的部下就不服气 要求继续交战 但是薄齐就说不必了 我的兵比游户宿还多 土地比他还大 见被他打败了 这一定是我的德性不足他 带兵的方法不足他的缘故 所以从今以后 我一定要努力地改过才是 从此薄齐每天就昏倒起床 工作 吃茶淡饭 一早就很朴素 照顾了百姓 任用了有才干的人 尊敬有品德的人 足够了一年多 游户宿就到了这件事情之后 不但不敢再来侵犯 反而主动地祥和 来投靠他 因为既然夏朝 他是正统 正统的 游户宿你是一个侵犯者 侵犯者要干什么 顶多是要扩大你的事务力 但是如果你能 来投入了一个很好的团队 正统的国家里面 来参与 这个里面的改革 里面的工作 对你也是个好处 既然你是这么有得气的人 那不如我再来投靠你 你看 游户宿知道了之后 他宁愿来祥和 投降按谈合叫做祥和 投降好像很不好听 祥和就求说我们来 大家相处在一起就对了 所以你看 当初如果 勃起当下 没有要求他的部署说 不用再打了 继续再打下去 说不定你输掉了 OK 继续再打下去 说不定就对立了 对立了 已经进入这种年代了 说实在的 打仗是笑死人的 尽可能一切都能可以 用谈判的方式 把事情谈好 不要去用武力用暴力 那是一种野蛮的动作 这是一个野蛮的动作 你看我们说尽量挤一些例子 挤夏朝 夏宜的儿子勃起 我们再来谈周公礼贤夏宿 一幻三道